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着 我们来聊聊电视剧《海天雄鹰》的结局 除了主角秦大帝和康颜诚 剧中还有两位角色让人印象深刻 他们的故事同样感人至深 最后 我们来剖析一下《长相思》中的抢亲剧情 很多人可能误以为香柳是因为图山景的委托才去抢亲 其实背后有更深的算计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腾讯 居静一与司巴传媒解约的消息一度闹得沸沸扬扬 尽管司巴传媒单方面宣布合约继续进行 但居静一和她的工作室坚决否认 经过一番舆论风波 居静一终于在7月8日更新了微博简介 去掉了司巴传媒的名字 似乎彻底解脱了 7月10日 居静一在解约风波后 首次公开亮相 妆容和礼服都焕然一新展现出大花般的气质 她连换三套礼服 包括意大利百年品牌 Curio和Yumi Katsura的私人定制 禁显排场 居静一还透露了未来的规划 表示希望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据悉她最近签约了杨子和刘诗诗的经纪人 资源和发展前景令人期待 她的下一部剧或将是郭敬明导演的画皮 若能在这部剧中有所突破 她的地位将进一步提升 腾讯 电视剧《海天雄鹰》迎来大结局 尽管谢震宇和夏初的情感线略显突兀 但整体仍是一部高品质剧集 秦大帝从组建是非大队开始 面对重重挑战 最终带出了一支优秀的飞行队伍 尽管他顶着空中之王的荣誉 但也有私心 尤其是对儿子秦毅的病情 是非大队的每个成员都是精英 但每次任务都有牺牲的可能 秦大帝为了保护他们 常常把牺牲的机会留给自己 无强地退出 让秦大帝改变了态度 决定放手 让大家完成任务 最终 谢震宇顺利完成第一次是非 秦大帝决定激流永退 成为着剑指挥员 康炎成则是谢震宇的好搭档 两人一起经历了许多 最终康炎成在是非中牺牲 成为劣势 除了他们 林凯和赵文两位角色 也让人难忘 他们的贡献和牺牲让人感动 腾讯 《长乡四二》最新剧情中 屠山仅用37年粮草 让香柳去阻止小妖和风龙的婚礼 但真正理解香柳的人知道 她本来就会去抢婚 香柳看到 小妖郁郁寡欢 知道她不爱风龙 所以决定用防风被的身份抢亲 这样不仅可以避免 与西岩高手的冲突 还能保护小妖的名声 香柳的算计 不仅在于抢婚 更在于挑起西岩几大世家的内斗 为陈荣军争取生存空间 用防风被的身份抢亲 赤水士和防风士 必定不死不休 好邻国也不会坐视不管 这样的局面对陈荣一军有利 香柳的深谋远虑 不仅让小妖脱离了联姻的工具命运 也为陈荣军争取了更大的生存空间 腾讯的歌手2024节目引发了 观众广泛的讨论和热议 节目初期 外国歌手的强大表现 与华语歌手的相对弱势 形成鲜明对比 尤其是亚当兰伯特的登场 达到了节目巅峰 然而 随着节目的推进 华语歌手的表现 未能满足观众的期待 导致节目评价逐渐下滑 直播形式虽然增加了真实感 但也暴露了制作团队的不足 导致节目技巧性强弹 音乐性不足的问题 谭维维的兰花花 因为综合了多种音乐元素 而受到好评 但其他歌手的表演则显得平淡 节目揭示了 华语乐坛的一个重要问题 能打的唱得烂 能唱的不能打 尽管歌手2024 成功吸引了大众的注意力 但也暴露了华语乐坛的诸多问题 如歌手类型的错位 音乐风格的单一 以及缺乏系统性的音乐培养 在汪小飞之期 马小梅的生日庆祝中 汪小飞和家人 一起为她准备了 简单而温馨的生日礼物 包括一个蛋糕和一颗弹珠 尽管蛋糕看起来并不豪华 但马小梅显然非常珍惜这份心意 她还晒出了两个孩子送的小礼物 网友们纷纷赞扬 大S对孩子们的教育 认为孩子们的行为 体现了家庭的和睦与温馨 汪小飞在与马小梅的婚姻中 表现得更加成熟和稳重 不再像过去那样情绪化 展现出爱妻护娃的新形象 马小梅也在婚姻中尽心尽力 成为了新儿媳妇的楷模 与汪小飞共同经营着这个新的家庭 联合新闻网报道了金曲歌后 谢金燕在IG上分享的火辣美照 引发了网友的热烈讨论 谢金燕以其精实的腹肌 和110公分的长腿 吸引了大批粉丝的关注 网友们纷纷称赞她是台湾最正的妹 尽管在大陆节目 《乘风2024》中未能成团 谢金燕的表现仍然获得了观众的高度评价 她在节目中的高强度排练 导致身体受伤 体重一度降至44.7公斤 创下人生新低 尽管如此 谢金燕表示会继续努力 不辜负每一个舞台 她的坚持和努力得到了粉丝们的支持和认可 大家都希望她能够早日康复 继续带来精彩的表演 经济日报 肝癌 癌症 癌症复发 抗癌方法 蔬菜汁 养生饮品 台湾一名67岁的医科教授 经历了两次肝癌手术和近40次电疗化疗 仍然顽强的与病魔抗争 为避免癌症再度复发 她开始调整饮食和生活习惯 尤其是每天坚持饮用两杯自制的蔬果汁 来帮助身体排毒 这款蔬果汁成为她保持健康的重要武器 使她在过去12年里 没有再出现肝癌复发的迹象 这个故事不仅展示了她坚强的意志力 也提醒我们健康饮食和生活习惯的重要性 腾讯 古偶剧 创新 剧情 重生设定 杜华年 古装偶像剧 杜华年 以其独特的多人重生设定 打破了传统的单一 重生套路 剧中女主李荣和男主裴文轩都重生了 他们以为自己掌握了主动权 没想到对方也重生了 甚至男二也加入了重生行列 这种设定不仅增加了剧情的悬念和张力 还引发了观众的好奇心和讨论热潮 观众纷纷在社交媒体上 讨论角色的前世今生 互动异常热烈 正是这种创新 使杜华年在街档爆款 墨语云间后 迅速积攒了大量人气 成为新一轮的热播剧 腾讯 古偶剧 创新 市场需求 观众期待 近年来 古装偶像剧的赛道竞争激烈 观众对剧集的新鲜感 和创新要求越来越高 以纸笔和与凤行 为代表的剧集 通过在设定和拍摄手法上的创新 成功吸引了观众的眼球 纸笔 用微短剧的形式 以紧凑的剧情 和独特的命书设定 赢得了高分和高收益 与凤行 则通过特效 和喜剧元素的结合 给观众带来了新奇的体验 这些剧集 通过抓住一个创新点 成功突围 证明了 在古偶赛道上 唯有不断求新求变 才能赢得观众的喜爱和市场的认可 联合新闻网 Kai和Lexa因滚石摘星号节目相识 被歌迷称为漂亮宝贝 两人宣布将在27日 与北刘卡夫卡举行出道的 First Path听证音乐会 观众将成为陪审团 给予他们最直接的掌声和评价 Lexa曾担任MC Hot Dog热狗演唱会嘉宾 Kai则当过MV女主角 两人各自怀抱对舞台的梦想 Kai希望走入国际 Lexa则想随心所欲 做喜欢的音乐 由NUS的吴玉婷和高友祥 也将担任演唱会嘉宾 为师妹们录制影片加持 腾讯 迷雾剧场的新剧 错位即将上线 马依丽和佟大为的再次合作 引发了观众的期待 该剧以一起入世奸杀案为切入点 讲述了马依丽饰演的女警江光明 与高志亭饰演的新人警察时落 发现案件与畅销小说黑语 高度重合 而佟大为饰演的小说作者 顾锦鸣却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剧中人物关系复杂 马依丽饰演的女警 在重回一线时发现丈夫出轨 顾锦鸣 从怀着出版梦的小编辑到热门小说家 离不开女友父亲的帮助 编剧和制片人分享了创作思路 表示剧情后续对人性的关注和展现 是亮点之一 错位将于7月11日 在爱奇艺迷雾剧场上线 腾讯 彭玉燕在《狗镇》上映后 接受采访 回忆了这些年散落的片段 他一直与行业保持距离 除了电影宣传期很少露面 7年前 他拼命拍戏 如今步子慢下来 过去的时间和劳苦终于有机会消化 彭玉燕回忆起 小学老师表示 想找回自己 喜欢范高的他 认为那是发现自我的历程 7年前的少年义气 已变成成熟的讲述 他好像丢失过自我 但从未放弃寻找 采访结束时 他的眼睛依然大又亮 光好像从未离开 希望他能一直阳光快乐 下一个七年会变成什么样呢 腾讯 由唐继理指导 成龙领衔主演的神话续集传说 似乎已经正式宣告失败 上映的第一天 仅收获了600多万人民币票房 预测总票房 更是只有一亿人民币 而投资高达3.5亿人民币 预计亏损超过3亿 这一连串的失败 让今年中国内地数七档的希望 都聚焦到了 由沈腾和玛丽联合主演的喜剧片 《抓娃娃》上 沈腾和玛丽是当下中国 内地喜剧电影界中的最佳搭档 他们的合作影片 基本都能得到观众们的热烈追捧和高票房 特别是《抓娃娃》 又名《接班人计划》 隶属于颜飞和彭大摩的《西红柿首富》系列 有望成为今年数七档的爆款 如果《抓娃娃》的最终总票房能达到65亿人民币 那么它将打破中国影史最高票房记录 成为中国首部破60亿人民币的影片 同时也将让沈腾主演电影的累计总票房突破400亿人民币 然而考虑到近几年国内观众的观影欲望下降 《抓娃娃》票房达到65亿人民币的可能性依然较小 星岛日报 人气韩团Blackpink成员Rose 和有脸蛋天才之称的男神车银优的恋情传闻再度引起关注 去年 车银优曾被发现在美国Cochella音乐节 参加Blackpink的庆功派对 网民们又发现他们于2021年曾分享参观同一个艺术展览的照片 时间相差仅15天 2022年巴黎时装周后 他们在同一间餐厅拍摄相似的照片 今年4月 他们还一起到日本欣赏TeamLab Planets展览 早在去年底 就有网民猜测他们可能成为爆料 韩媒Dispatch报道的元旦情侣 尽管当时粉丝们认为 他们根本不认识 如今 网民们表示 车银优和Rose颜值高 年纪相仿 如果真的在一起 绝对支持他们 Rose去年还增传于比她大16岁的男星江洞源拍拖 但这段绯闻也不了了之 星岛日报 韩国人气女团 NuGenes所属的ADOR事务所 社长敏西珍 因背报有意 带走NuGenes 即密谋夺取ADOR的经营权 贝姆公司HYBE娱乐 控告疏忽职守 及读职等罪名 前日她现身首尔龙山区的执法部门 接受首次调查 表现轻松 接受近8小时的调查 后面戴笑容离开 她表示 已如实讲出事实 感觉非常畅快 敏西珍强调自己无法夺取ADOR的经营权 因为她持股不到20% 她在5月底的宣判中获得首尔中央地方法院支持 要求ADOR在临时股东大会中不得解雇她 对于为何调查时间长 她笑言 因为我有太多话想说了 HYBE先告发我 所以花了比较长时间 她否认失职 称这就像一场喜剧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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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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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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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